新北市永和区电街里近期成立社区关怀据点 里长王熙人也为里尚开设许多活动及课程 邀请里尚民众参加 近期举行料理DIY 带领长辈们一起体验寿司文化 也提供长辈们一个相聚的机会 民众谢小姐表示 能在这边跟老朋友相聚一起包寿司 真的很开心 大家都是认识大家快快乐乐的 包到寿司这样子 有的不会包的话就可以看人家怎么包这样子 学一学这样子 那未来就是我们每个礼拜二 都是健康守护站有量血压的服务 那礼拜三就我们关怀据点 就是有专业老师来做一些私能长照的课程 那也为长辈带来一些健康的慰教 那希望是长辈可以多多出来 那我们的这个空间就是 未来会多争取一些活动跟福利 让长辈有更多就是大家同乐的地方 DIY首座寿司课程结束 美味的寿司也切好装盘 与新鲜水果放在桌上 分享给参加共产活动里面来享用 永和区长庄茂昆及立委林德福 也到场为王熙人进行勉励 林德福也鼓励民众能多多参与里长用心举办的活动 很多长辈先进他到了一个年纪 小朋友要上班 有的孙子要上课 那这些长者他们一定要有一堆老朋友 然后聚在一起聊聊天 然后甚至于像做做寿司 那这个大家谈一谈聊一聊吃一吃 我认为这个对长辈先进都健康都很有帮助 所以说王熙人王里长他虽然是新人的里长 但是他极其的用心 那我也鼓励这些长辈先进 只要里长有办活动要多来共襄胜举 里长是因为他很轻松的事 所以他支持你做事 拜托我们的乡亲我们的大哥大姐 我们大家一定要专业支持我们的里长 参与本次电界里共餐的居民都非常高兴及满意 事后长辈们纷纷表示 来到这边不只有课程可以学习新知 还可以跟老朋友相聚聊聊天 也非常期待之后的活动 记者苏建民新北报道